几招几招 你就用那一招 打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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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教过这一招 有教 有教 比如说这样 有没有教过这个 没有 你没有教 有班长有写 那天是班长在十多年 这一招 有没有教过 对啊 那你好 你刚刚说叫我写对不对 很简单 就一招嘛 对 那你同样 现在随便来一个人唱歌好了 因为我自己弹的时候 有时候所以说为什么 自弹自唱的时候 有些地方受到局限 因为你这边 音要弹很快的时候 而且音又断掉 所以有个人唱 把他伴奏是最好的 来 谁要唱来 邱姨 邱姨来 好来 来 谁用哼那么就像我一样 来 一杯 你不要一杯 你会 然后我用这一招 一招就好 来 拍子唱错了 还换人 好 用你唱也可以用你的拍子 因为这个板子好像是原来的唱片 就是这个样 好 你拍子唱 来唱 看 爹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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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到没有 我刚刚就用那么一招 就这一招 那你原则上 你要反应很快 就是等于说 就是说你只要说 你先从一个和弦开始 这样正好一小节 那很熟 那每个和弦 那你首先为什么 你看拉麦拉 拉麦拉假如是五声音 假如这样子 我同学这样看 我刚刚是用这种缩小型的 我现在全部用固定 这种 然后这个 雷麦拉是这样 五声音乐在这边 缩是不是这个样子 再多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 大家看一下 就是要把他练得很熟练 就是要把他练得很熟练 那你刚刚就一说 老是写给你 就是不用写了嘛 你就是把这些弹熟了 那写这个 就写密麻麻 你如果说 你如果没有掌握到药理 你就猛练猛练 练了半天也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配不上去 就是你要先把这个基本功力好 一样的道理 那我只是举个例子 这样给你们了 好 再换一道 这样子 有没有 这是不是一来就教你们这个 好 你看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样的意思 那你随便 当然这是机械式的练法 到时候你就是 用一招 你偶尔用一下 用一下 这样就就是 参应就这样来 谢谢大家